怎么能控制住不想你 有次王一宝参加公司宴会时 在宴会上喝多了 但是外人面前小宝很能伪装 大家以为小宝没事没喝醉 其实已经醉了 宴会结束后 工作人员开车将小宝送回家 这时候小宝的酒劲上来了 拉住要离开的工作人员 然后吵着闹着让工作人员给大宝打电话 然后工作人员把小宝的手机拿给他 但是小宝觉得自己的手机丢了 因为这是工作人员的手机 然后小宝嘴里一直念叨着我走丢了 我找不到哥哥家了 我的手机也丢了 联系不上哥哥了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哭笑不得 又把手机递给小宝说 这就是你的手机 小宝说你不给手机解锁 给我也用不了 工作人员实在没办法 就用自己手机联系了大宝那边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把手机给了自家老板 弟弟听到电话那边传来了大宝的声音 然后委屈的跟大宝说自己走丢了 让大宝来接他回家 还让大宝给他唱歌 大宝给小宝唱了好几首 小宝抱着手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